甜瘦子在感情上面 是不是一個玩咖 這我要說真的 他其實不是個玩咖 發誓名字的胸脯 發誓 他 你不要動 他這一輩子沒有 在結婚前沒有劈過腿 如果他限速50的話我就40 4045慢慢的 然後你也不會輕易超車 他開車比較不俐落 我自己看來是他開車不俐落 你大概可以開到多少 如果限速50 我可能要去倒暗 所以你是開車會變兇的人 不會我開車在冷靜 你不會亂按喇叭吧 喇叭還好不太暗 因為我喇叭壞 暗壞了是不是 暗壞了是不是 所以有沈默的開車者吧 就要安全駕駛 對因為我之前有出過車禍 真的喔 就是亂開是不是 沒有就給朋友載 然後 所以你現在就是非常遵守那個交通規則 對 但是 有時候就是如果趕時間 當然還是會 沒有交通規則一定要遵守 沒有什麼趕時間遵守 對不起遵守 這個我們會做成預告片 因為他們現在畢竟也是那個演員了嘛 是 所以還是要稍微挑戰一下他們 就是有一點點演技 但是又不是太誇張的 也有一點考驗你們的兄弟情侶 所以我會問那個 真心話大冒險 不是演技大考驗啊 因為他們如果真心話不好好回答的話 那大冒險 你們每一筆就可以來個小演技啊 喔 哇 大淵 蛤 以前瘦子在感情上面是不是一個玩咖 這我要說真的 他其實 不是個玩咖 發誓名字耶 你的胸脯 發誓 他 你不要動 他 這一輩子沒有在結會前沒有劈過腿 真的沒有耶 大冤回答的實在太實在了 所以我本來是要懲罰瘦子的 我現在不懲罰你了 我讓你好好表現 因為你是第一次演電影 而且是男主角小樂 嗯 然後你在裡面講的很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速度 不是 什麼什麼東西 也可以救人 那個對不對 我要讓你真正展現你演技派的 不是丟臉的喔 你在戲裡面那個口白是酷的嘛 速度不怎麼樣 速度可以 可以殺人 也可以救人 好 那請到場中間 喔唷 不是我要 他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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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大聲喔 他演的是宿命道 什麼叫做上映 4月27號 4月27號 對 然後裡面你本來是一個叛逆賽車手 後來變成去開救護車 對 所以你才會講這句話 對 速度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 對 本來你先用原因講一次 好難喔 演戲真的很難耶 不會不會 你是演員 你現在換場你是梁稍瑋 速度可以殺人 也可以救人 好帥喔 好帥 他眼神是有戲的吧 有 我可以 我來做了嗎 你們覺得過關嗎 過關 過關